大家好,这里是CG压教程网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能够解析并且执行带广道的命令了 那我们这节课继续来解析执行 带输入输出重定项的命令以及后台作业的命令 那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InFile 第一个字符如果不等干零 说明有输入文件 输入重定项文件 那么输入重定项的它只可能是第一条命令存在的 打开这个文件 以止读的方式打开 out file 如果存在输出重定项文件 并且append 如果是追加的话 append为真 那么追加 追加的方式 那么这个追加应该是最后一条命令 我们可以用cmd count 简易 最后一条命令 cmd count是命令的个数 简易是最后一条命令的下标 打开 输出重定项文件 输出重定项文件 以止写的方式打开 write only 并且以创建的方式打开 最佳的方式 最佳的方式 否则的话 以清除清空的方式打开 清空的方式打开 这个是outfd outfd 这输入重定项的解析 输出重定项的解析 输出重定项的解析 那么还应该有一个后台作业 background background等force表示前台作业 那么前台作业需要等待最后一个进程的退出 广道当中最后一个进程的退出 最后一个命令推出 如果是后台作业的话 就不需要等待了 就不需要等待了 如果是background等于1的时候 就不需要等待了 那么background等于1的时候 不需要等待 它很可能会造成僵尸进程 很可能会造成僵尸进程 那我们要避免僵尸进程的存在 在这边 在这边 这个是后台作业 它没有等待 要避免僵尸进程的退出 要避免僵尸进程 可以用signal 只进程退的时候呢 会给副进程发送一个信号 sig trial的信号 我们只要忽略掉它 避免僵尸进程 后台作业不会掉有wait 等待至进程退出 等待至进程退出 未避免 僵尸进程 僵尸进程 需要忽略 可以忽略 可以忽略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那么在fork这里面呢 在fork这里面 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处理 如果是前台作业的话 等等您 前台作业 如果是前台作业的话 sigint 这个信号呢 我们要 恢复成 默认子 因为前台作业 允许我们 我们敲入 control c 或者control斜杆呢 退出 退出 当前前台进程 我们先 先不添加吧 先不添加 拿维形一下 这个程序 make一下 那么这些不存在 这个偷光剂 我们要包含一下 117行 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进行输入 重定箱 或者输出 重定箱 cat df.h 这可以去 可以什么的 将df.h文件里面的内容 内容 打印输出 打印输出 那我们也可以用输出 重定 输入重定箱 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 这是输入 重定箱 输入重定箱 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的参数 实际上 只有一个cat 并没有df.h 这个参数 第一种情况 它是有df.h 这个参数的 这两者的处理方式 是不一样的 处理方式不一样 这是输入重定箱 输入重定箱 它本来是从标准输入 获取数据 现在呢 重定箱到了 这个文件 我们还可以把 输出重定箱到 AA里面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发现 它不再输出到 标准输出了 标准输出 不会显示 df.h文件的内容 而是将这数据呢 输出到了 AA文件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确实是输出到了 这个AA文件当中 可以打印输出 它里面的内容了 打印它里面的内容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cat命令 输入重定箱 输入重定箱 那么cat命令 不带任何参数 也没有输入重定箱 输入重定箱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从键盘 获取输入 表示从键盘 获取输入 现在我按了个Ctrl-C 按了个Ctrl-C 好像不对劲 Ctrl-C表示向当前进程 前台进程的发送 发送信号 是一个INT信号 那么这时候我们发现 这两个都打印输出了 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安装了信号 Setup 安装了 CINT信号 它的处理就是 打印输出 Share这样 那么现在呢 前台进程跟后台进程 两个进程 两个进程 都能捕捉到这个信号 都能捕捉到这个信号 因为直进程 现在呢 是直进程跟复进程 都能够捕捉到这个信号 也就是说 Share程序 以及Cat这个命令呢 它都能够捕捉到这个信号 都打印输出了这一行 都打印输出这一行 我们应该添加这一句话 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如果是前台进程的话 那么Ctrl-C信号呢 重新关联 重新关联一下 重新关联为默认指 前台作业 能够接收 Sick Anti 能够接收这两个信号 这两个信号呢 就恢复成默认操作 恢复默认操作 Make Cat Ctrl-C 恢复为默认操作 前台作业 恢复为默认操作 怎么还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 解析命令 结析命令 Bagground等于1 等于1 后台作业的时候 等于1 前台作业 前台作业 那么这个呢 可能是因为 进程处的关系 进程处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先退出 我们在 Bash底下看一下 ps-xj 我们来看一下 输入这条命令 那么这条命令呢 我们发现 ps这个进程 ps这个进程 它的复进程是 177277 17727 ps进程的进程号 是这么多 17999 它的进程组号码 也是17999 也是17999 17999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程序 ps-xj xj 这个进程 它的进程号 是18004 它的进程组 它的进程组 还是 还是它的复进程 也就是说 这个进程 它还没有成为 一个组 还没有成为 一个组 这个呢 涉及到 绘画期的概念 绘画期的概念 大家可以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的 关于绘画期的知识 我们可以调用一个函数 setpgid setpgid 将一个进程 添加到一个组当中 添加到一个组当中 那如果pid等于0 表示将当前进程 添加到组当中 那么 主如果等于0的话 表示将当前进程 变为一个新的进程组 那么现在就填00 fork一个进程 出来 setpg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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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呢 fork进程 在这里 fork进程出来以后呢 将这个进程 这个进程呢 作为一个新的进程组 做为一个新的进程组 f我们只有i等0的时候 第一个进程 才会创进一个新的进程组 setpgid 作为竞称主主展 现在我们再运行一下 ps-xj ps-xj 18054 18054 它的竞称主还是18053 没有改变 fork i等于第一个进程 传递过来的第一个进程 这个不能够用i来表示 那么如何如何表示这是第一个进程呢 这边我们可以改一下 把一下变成下标传过来 可以把它改成用下标 这边直接传下标过来 这个就不需要了 pcmd又改成了cm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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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了 正常了 我们再看一下进程 PID进程组 进程组也就是这个进程号码 自己成为进程组的组长了 成为进程组的组长 现在我们按Ctrl-C 现在我们按Ctrl-C就正常了 为什么我们这次按Ctrl-C正常了 因为Ctrl-C是将信号呢 将信号发送给当前进程组 当前进程组 这组是18095 那么18095当中的所有的进程 都会收到Ctrl-C信号 那么Ctrl-C信号 当前又被我给还原成默认操作了 还原成默认操作了 那么这时候呢 这时候18094这个进程 就不再会收到Ctrl-C信号了 因为Ctrl-C信号是发送给当前进程组 当前进程组当中的所有进程 所有的前台进程 前台进程 而前台进程的操作 还原成默认字 那我们再看一下后台作业是怎么一回事 前台进程 前台进程 还没有 推不出来了 还是有些bug 这个bug 这个bug的原因呢 就因为是我们这个前台进程 没处理好 好 这个 这个没处理好 我们暂时先放着吧 暂时先放着 暂时先放着 后台座里我们也看一下 比如说我敲录一条命令 cat取缔字符 就将它放到了后台之形了 但是我这时候呢 像 fgbg这种命令呢 jobs呢 我们都没有实现 因为我们不支持 不不支持作业控制 我们当前是不支持作业控制的 我们当前是不支持作业控制的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后台作业还会有一些问题 还会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不让他处理后台作业 也可以不让他处理后台作业 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在这边 等等0 并且 等等0 并且 等等0 等1 等1 等1表示后台作业 等1表示后台作业 这是标准的标准 这是标准输入 Infd 输入 输入我们重定向到一个空文件当中 infd infd 等等0 并且 background等1 那么 infd呢 等1等0 只可能是 D条命令 在一个管道行当中 这个命令的输入 输入如果等0 如果等0的话 这就是第一条简单命令 第二条简单命令 他的输入不可能等0 因为他的输入是从 他的输入是从 广道的读端获取的 广道的读端获取的 所以说是不可能的 这表示 将 第一条 如果infd等等0的话 他一定是第一条简单命令 简单命令 的 infd 充定一下子 这个文件 Background等于10 将第1条 这样的话 当第一条命令 试图从标准输入 获取数据 立刻获取数据的时候 立刻立即返回EOF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去关心 作业控制了 错了 应该是去例子符的时候 还是有些bug 还是有些bug 那我们这个bug呢 就先留在这边 等下一次课我们再加 那我们这次课呢 就先上到这边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这个解决 这个解决 这边 感谢观看